你看 看到美景忍不住替女友狂拍 校园八点党传名CP 冯荣杰黄伯峰将面临远距离恋爱的考验 我想要多留一些女子照片 这样等我去美国 想你又没办法视讯的时候 我就可以随时拿这些照片出来拍 在女友生日隔天就要飞美国读书 小两口把握相处时光 八点党迈入新阶段 黄伯峰和冯荣杰感情发展受瞩目 我在台湾还在美国 那五年后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 我现在收到剧本就很像在拆礼物一样 而且谁会有什么 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转变 对啊 我看到你穿着不一样的衣服 不一样的发型 那个感觉 你好像已经不是穿风了 但是你又是曾经那个穿风 你搞不好我们很热络 沙唐的穿MCP 五年后相遇让他们很期待 另一对也将有新变化 我们都要毕业了 徐老师能搞什么花招啦 对啊 再过几个小时 他就不是我们的老师了 没什么好怕的啦 以陪读身份进哈佛高中 天团山珠异祥将和同学们一起毕业 即将拍摄新内容 他们也许愿 其实我看到大家都一对一对的 不晓得有没有可能呢 我们这个天团也有一个感情的线 不可能 如果我是女孩子 我也想说不要跟这些人有关系 就如果有播出收视率是会掉的 山珠推荐自己是深情款款的胖子 也语异想像渣男 所有米宝跟自己在一起 和他组珠宝CP笑翻全场 巴黎党情节怎么发展 演员粉丝都引颈期盼 T1月新闻上面这张 启云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